李孝珍比较大的特写镜头 后来我留意了一下 嘴角破了 流头连着下来的动静 连着切那样切下来了 流血了 估计从额头往下打 李孝珍那种 但你这刀也削得真狠 从额头一直 经过额头鼻子 最后 鼻子流血了 在稳超胜券的情况下 这个有点冤 这拍子肯定是额头往下打 结果连到鼻子嘴角 一块受受伤 这拍子肯定是额头往下打 这拍子肯定是额头往下打 这个真的是自杀性失误啊 刚才对今天的失误实在太多了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李孝珍啊 他受伤了之后 他好像就整个状态都慢下来了 他不会去跟你拼命 其实现在比分也大比分也领先啊 应该没什么大呀 有点犯晕啊 那真的好像有点晕 有点翻晕 刚才刚才这一拍 这是不是叫幸灾乐祸啊 但是比分这么多拉开 很难吧 你看他发球特别有舞蹈 他这个准备动作好像有点 跟于众不同啊 对啊优美 先转一圈再发 那作为韩国组合 现在千万不要去松懈 真的给人家追三四分之后 你自己一紧张起来 又丢两三分 那差距就 不是 就基本上被人家追回去了 现在差六分 但是现在是末段了 应该还不是很大问题的 不是 现在不是李孝珍峰 现在是这个 佩尔森峰啊 球落到了李伦大的手上 进攻基本上都能够直接这下 一下这有点梦 这不应该往这边去防守下 就可以打一个对角 对角就好了 反正自己也 有点小伤 并且大比分的领先 给对方玩巧的可能还好一点 李孝珍峰 李孝珍赶紧往前跑 这个换位换得非常及时 你说我闷啊 我看的非常准 准备非常充分 今天李孝珍的往前的表现相当出色 就是撞墙了 大麦队的回击全部撞墙 降到了李孝珍赶紧的场上 对方的表现 不管比分来讲 或者是场上表现来讲 这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下点 同样是21比13 两局啊 这样李孝珍和李龙大以2比0 上